有人問你手機設備股 就是瑞昇科技2018 它是50元有貨的 不過它又是想你教它 怎樣看這個技術分析 它說其實觸身影線 這兩樣東西最大分別是什麼呢 它說怎樣為止 只看觸身呢 它就想你用2018 瑞昇來做一個簡單的講學 好啊 好啊 其實為什麼我只要看觸身 看影線呢 影線呢大家明白 觸身就有 叫做四個 一支陰陽觸有四個 information 給到你 第一就是開時 第二收時 第三day high 第四day low 那為什麼只要看觸身 就不看影線呢 因為觸身就真是 開時位 還有收在哪裡 永遠重要 因為你經過了 朝九晚四的角力之後 那管理日中 賭到盡年四十 假設我就算你連四十元都賭得穿的 但是結果 我又收回到四十四的時候 這些才是重要 這個才是反映著 譬如好友 它是多大力 它竟然可以回到某些位 這個才是重點 中間一日游去過底 去過頂那些 其實就代表 值得重視的 不過是次要 你曾經去過哪些位 但是呢 你最終 你不是在那裡去 去結束了遊戲 叮叮叮叮 那你真的是叮叮在哪個位 那個位才是重要 所以如果你說 譬如這些 就是 瑞星這樣 近來呢 其實它就沒有很多 影線 差點 影線穿了 竹心未穿 這麼典型的教學例子 但是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譬如好 這樣說 瑞星就弱過信譽 信譽就一直浮著在200 200樓上 也是龍頭 多頭派 烈軍線 很英俊 那麼2018 你也看到 因為股份在大桌 四十六七元 四十七左右那些位置 就走了超過半年 之後才一直六月湧上去 接著又湧下來 所以四十六七元左右 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有貨的話 確實應該在這些位置 都忙多一陣 你當看電影也好 很大程度會有支持 因為走得半年都可以 終於向上突破 那就應該是一個新行程 但是真的對它 老實說 就不多寄望 因為 嘩 它竟然一直一直 下來 很多十天二十天線 也拆回五十天線 這些已經不是好圖 所以我認為 沒有貨的話 一定是從信譽去想 去出發 有貨的話 來到這位 無謂走 因為之前超過半年 都可以受制 四十七元 但是終於突破了 我覺得 就算下來 四十七元 你不要它也要 所以 照著先 但是如果 都要理性 那哪些位置 真的跌穿了 就要走呢 就很可能 譬如前個星期 大陰燭當日 四十五左右 四十五都跌穿 就真的要走 好 我們有留意 就是四十五元的位置 我們…